我今天在祷告神 神就给我一个经解 就是这个以赛亚书第43章第19节 他说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 如今要发现 你们岂不知道吗 我必在旷野开道路 在沙漠开江河 神是无限的 我们是有限的 神是无限的 神说要做一件新事 我不知道神要做什么新事 但是神总是会有层出不穷的 你看现在有网络 大家就用不同的方式在赚钱 我学了学还是学不会 我在想是不是有人像我一样 学来学去学不会 人家说这个可以赚多少钱 我就是学不会 不但赚不到钱还赔钱 还说要交这个钱 好像被骗这样子 但是神就说他要做一件新事 所以我就 就是期待神要做新事 所以我就先感谢赞美神 感谢赞美神 要在我们生命中做新事 也要在赖妈妈的案件上做新事 要给我们突破 求主耶稣给我们突破 感谢神赞美神 好 我们现在来看猎王记上18章43节 以利亚对仆人说 你上去看 向海观看 仆人就上去观看 说没有什么 他说你再去观看 如此七次 第44节 第七次仆人说 我看见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 不过如人手那样大 以利亚说 你上去告诉雅哈 当套车下去 免得被雨阻挡 所以你看 这个 以利亚 他就叫仆人去看 看了七次 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 好像刚开始 好像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我们要继续去 就是去期待神 然后去看 到底有没有改变 你看 他们都看了至少七次 所以你看Line Mop的案件 没有什么发展 我们还是要去看 不要就是做一代币 我觉得这个讯息是这样 你还要去看说 到底有什么迹象没有 因为 有时候我们有一些时间 是等待的时间 有一些时间是 有时候神是跟我讲说 要耶利哥城倒塌 耶利哥城倒塌 也要那些人去绕城 他们不绕城 他们不听神的话 耶利哥城也不会倒塌 所以就是 你要继续去看 有什么改变这样子 然后你看四十五节 下时间天因 风云黑暗 降下大雨 雅哈就坐车 往耶斯列去了 所以突然就会有改变 就会有很大的转变 他这个意思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今天就想 用神的话语来宣告 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要做一件新事 一件新事有可能是 新事的开始 所以我来宣告 OK我们来宣告 第十四 四三章十九节 看哪 我要做一件新事 如今要发现 你们岂不知道吗 我必在旷野开道路 在沙漠开江河 神啊 你是做新事的神 你要在我们每一个人 生命中做新事 我宣告 神要在我们每一个人 生命上做新事 在赖妈妈的生命上做新事 在许丽丝高法医的 生命上做新事 感谢神 赞美神 哈利路亚 我们就这样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再做一个宣告 第三章二十节 神能照着运行 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神啊 求你成就在我们生命里面的 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感谢神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上